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聚执出香港简报 香港独视评论, 且对香港社区生活的独特视觉 美光表示,中国总部若一半个客户资料收入面临风险 彭博社报导,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警告称 其与中国客户有关的销售额中若有一半可能受到中国政府在进行的网络安全调查的影响 罢其全球收入的低两位数百分比 美光几个客仅被中国官员联系 作为中国网络安全管理局今年各早前宣布 的调查一的地方,应该公司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 应该公司表示,美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司的收入 把直接销售与及通过分销商的间接销售 若罢美光全球收入四分之一,仍然是主要风险厂口 美光仅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减轻这种影响 拼于贵度收入变化距增加,应该公司在文件中表示 美光股介周五在纽约开盘时下跌2.3% 下一篇新闻 中国勉强欢迎布林肯,一切都不关经济有关 华盛独邮报报道,北京对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即将到来的等了很久充其量只是佛善可振 在发现过飘浮在美国上空的高空中国气球后 经过数月外交冻结,这破坏了布林肯起头2月份的北京之德 中国和美国官运面临着双方利益和立场之间的虚恨恨差距 一次旅行不太可能改变这一点 实际上,中方不希望布林肯的访问他的任何有意义的 的列果 你可不可以说中国对今次他没希望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勇讲 他说,布林肯可能不好受欢迎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周三在预报林肯的电话中表示 当谈到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的时候 责任在哪里是明确的 中国掘情的接待背后是一种新的自信友 几个月来,中国接待了世界各国领导人 包括法国总统阿玛纳拉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 和欧盟委运区主席乌尔·苏拉、彭德莱恩、Grysalavanderlain等 等美国合作伙伴聘成功调解了沙特、伊朗列恒等冲突 北京提出在乌克兰危机中都敢做 将自己索造成美国的和平缔造者和陪陈 上个月,中国九亚事务特别代表里威前往乌克兰和俄罗斯 向中国提出结束冲突的意见 洪都拉斯在3月份和台湾断绝关系 已承认中国后,星期日在北京开设了大使馆 中国已经取得阻碍加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觉得现在这些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对条件 上海浮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跳明号说 即使北京试图建立一个不受美国主导的独立世界秩序 中国仍然需要,兼够想要,美国的投资和贸易 中国面临增长桌,地产放缓,青年失业率创纪录水平和外国投资威缩等问题 中国央行本周下调关键利率,新经济资料显示 疫情后的复苏势头已经减弱 S关系,是于人民 摩根大通执行长杰迷,大蒙,Jayme Diamond 星巴克执行长拉克斯曼,纳拉西武汉,Laxman Erseman 和特斯拉与及Twitter执行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上个月都前往北京,以拱告他们的商业利益 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可以得到改善 地方原因的是为了帮助其经济复苏和其他经济挑战 浮旦大学照讲 但将政治和商业分开是困难 上周,TikTok那公司为原早转的早期投资者 红燦资本,Square Capital,表示 将些中国和美国的业务 折开为独立的公司 这个无处不在的视频平台 在美国面临国家安全方面的各种制同禁令 与此同时,中国官运发出的信息很衰三半 对名词集团,Mins Group,和贝恩公司 Bain & M,Company,等在中国营运的进绩调查公司的突击检查 比其他外国公司觉得紧张 这排对应该国间谍法的改革 比外国高管担心正常的商业营运可能被视为非法 就拜登政府而言,他并没有比环境变得,好意 周一,他将三十几间向中国军方出售美国技术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线 预计将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设定新计制 华盛独已经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的美国半导体 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将有助于政府实现 稳定的对外贸易、稳定的外国投资的标的 赵华,引用了政府的一个运动 随着中国官员坚称应该国再次对企业开放 这场运动变得越来越紧逼 这就是中国官员在冷落国防和政治官员的同时 与美国贸易和商业官员绘面罗之一 中国商务部长黄文图上个月在美国 潜现了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和贸易代表奈斯林、大、Catherine Tai 北京同意今次访问 因为它似乎是阻制很多其他事的一件事 比如工层面的这个对话 和其他纳各人云的访问 总部位于华府的史丁生中心 Simson Center 中国项目主任孙雲、Yuen Son 说 同样重要的是 中国不要显得拒绝这个对话 尤其是在美国一直在推动这个对话的情况下 他说 对中国来说 这次访问为气候特使若翰、克里、John F. Carey 或者财政部长珍尼特、L耶伦 Janet L. Yellen等美国官员的其他访问铺平了路 耶伦的言论认为与中国脱交将是一个仓 你在中国赢到他粉丝 我认为我们和中国有尽可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 对我来说 试图与中国脱交将是灾难性的 耶伦升奇尔德 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运区的厅政区上讲 他们11月在巴黎举行20国集团首脑会举行期间 这个最后一次会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 如果今次访问有任何具体成果的希望 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将访问美国三加APAC的信号 北京大学教授黄港 他说 要做到这一点 布林肯的访问需要创造更积极的条件 中国官员没有透露布林肯访问的任何细节 据美国国务院称 布林肯将于星期日和周一沟现中国高级官员 包外奖巡 坚于目前两国关系中的不信任和紧张程度 一个好结果将是更加好地了解双方的关切和攻线 以及在利益重跌的领域取得的度进展 康奈尔大学 Cornel University Focus于美中关系的教授杰西卡 鎮、韦斯、Jessica Chen-Weiss 说 白宫称古巴紧接待一个中国间谍站 北京大学王说 中国都有得妥协和合作的领域 其中包括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和禁毒工作 然而 北京的一个关键政列是 美国继续支持台湾 中国担心台湾紧增加 批凭破坏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持 应该政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为合法政府 但没有接受北京对台湾的主张 中国对美国改变对台湾的立场不抱幻想 香港中文大学社区学名余教授劉兆佳、Lau Shukai 说 如果双方在这些问题上 没有任何微合分歧的可能性 任何和解都是没有可能的 批林护卫本报告做出了贡献 下一篇新闻 港交所将由周一开始启动 以人民币计价中国股票 路透社报道 香港证券交易所将由周一开始 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股票 即所谓的商柜台 应该计划比是为中国增加人民币 在海内使用的努力一的地方 应该交易所起头 将前对持有离岸人民币的投资者进行罚行 最终 香港交易和买数所脱卖的0388.hk 只在令立地投资者 能够使用其在按人民币交易 在香港上市的人民币股票 以下是以人民币计界的股票交易点运作 以及离岸人民币的作用 商股举台点运作 香港交易所的商柜台模式 运达香港投资者同时 以港元和人民币交易股票 公司有24间公司 将在门计划开动的时候 开始讲一下 人民币桂台 港交所表示 两个交易柜台的商和证券的所有股份 将在柜台之间完全互换 他们将被指定为港元对人民币商柜台证券 人民币计数器将以8 开头不同五位股票代码下禅读列出 而港元计数器将遵循以零容开头的五位数字 港交所更推出了做市商计划来小两个柜台之间 因人民币走势而野的任何价格差异 这个是首次在香港交易所交易人民币计界的股票嘛 嗯 2012年 合同公路基建 Hopo Highway Infrastructure 向投资者讲下话 左人民币股票的这种选择权 这个期香港股票于2003年首次上市很久之后 就有个双币总交易的先例 但事关两个交易柜台之间的虚陷陷价格差距 人民币柜台未能获得牵引力 边投资者将在对柜台进行交易 第一落投资者可能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的持有人 截至4月底 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存款总额为8330亿人民币 1170亿美元 因为他们希望在股市中获得更高回报 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中东等中国贸易伙伴国的人民币持有者 都可能成为潜在投资者 港交所正在中国监管机构合作 尹府内地投资者最终通过连接香港、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互港通投资渠道供 目前透过互港通南向交易港股的纳臂投资者面临回略风险 而对冲 在提加交易指令时一定要同搏脚支付2%的保证金 此外 投资者得在每交易日结束时先退被告 知他们一定要支付或者收到的确切人民币金额 人民币计数器将意味着投资者将在交易时间内为即时报价的股票支付人民币借价 CNH代表离岸人民币于2003年推出 只在为人民币创建一个独特的离岸市场 事关中国的资本账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关闭 在岸人民币唯有地方换 互港通和离岸人民币等计划是中国逐步和外国人开放资本市场的努力一的地方 在岸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和离岸人民币互换 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他们的汇率往往会一起变动 在岸人民币多点地由当局管理 即其汇率运辅在中国央行设定的官方每日入场汇率的2%里面食交易 CNH主要由需求和供应嘔动 下一篇新闻 香港学生系在日本发表《煽动性》网络言论被告 日经亚洲报道 香港女子袁清廷,袁清廷因在日本学习期间 在网上发表《煽动性》言论而被告 源于3月返回香港之后被捕 被控、冲事或者具有煽动意图的行为 她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文章包《香港独立》和《解放香港》 《我们时代的革命》等短语 此案引罚了些人对香港国家安全法域外影响的优 应该发吻苦惩罚在香港境外犯下的罪行 法院将于7月和8月重新开庭 以解决法律9分拼决定如何处理此案 下一篇新闻 亚洲热浪,级端降雨和高温襲击离中国 《卫报》报道 中国南部和东部地方一欧受到级端天气条件的襲击 长时间的豪雨和严重的雷暴 广西如临时经历了35宗的五间段降雨 而附近的北海就在24个钟内降雨量为614.7毫米之后被洪水淹没 这个是要是年平均降水量的三分之一 都要一欧六月份的纪录 与此同时,中国地方一欧经历了高温 中国北方部分一欧的气温高达30涅士度 新疆地方一欧气温超过40涅士度 这个是正进行的亚洲热浪一的地方 应该热浪在成非洲大陆打烂了记录 在印度,气旋败配润在古吉拉特邦海岸登陆 风速为78米斜线中,造成大迹洪水 导致9万5千人撤离 下一篇新闻 中国在展全球化方面卖出下一步 地方港股以人民币定界 路透社报道 周一,巴亚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24家 中国公司将开始在香港股市日本国展进行交易 应该计划起投钱对持有人民币的海外投资者 但等阵将通过香港与中国互铺通连接包纳地投资者 此举代表了北京希望搞大人民币在中国境内的使用 听为人民币计价的投资讲下话 另一条途径,从而降低资本内流追逐美元等高收益前的风险 下一篇新闻 防弹人和屯星罕现敢提及中国的K-pop禁令 BBC报道 来自K-pop组合BTS的韩国艺术家 Sherga承认韩国艺术家在中国大陆表演时面临的困难 Sherga在一次在线直播中表示 他不在中国演出,都没有韩国团体可以在中国工作 这个是关中国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非官方K-pop禁令 虽然K-pop表演曾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勾演出 但他们不准在大陆演出 韩国名人小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中国曾经是韩国文化产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但自2016年以来 很少韩国名人可以在中国演出 韩国的节目和电影基本上已经在要国的电视和电影院中消失了 今年,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包括台湾在内的紧张局势家剧 多谢收看,香港简报 多点新闻,清体六道世界 《充足》 《充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